我想大家在談這一次的勞基法修法 外界聽起來感覺很複雜 加班時數上限 七休一二鬆綁 輪班制鑑隔11小時 其實很簡單 我只希望我們所有的行政部門 只需要記得三個字 三個字就好 同理心 我想包括交通部、衛福部、經濟部在這邊 雖然今天我們主要都是針對勞動部來質詢 但是衛福部攸關護理人員、護理師 今天也有護理師還有工會的理事長來現場 這麼重要的修法 衛福部你連司長的層級都不願意派來 禮拜一陳時中部長還在這邊講 說例外可以容許這種花花班存在 交通部你們回去看看這一期的週刊 陳俊男駕駛 今年3月6號 早上在遊覽車上面監視器照到 最後一刻拿著手帕擦汗 在駕駛座位上心肌梗塞 我今天看這篇報道 我難過的不只是他本人 他在當天事發 他已經連續工作46天 他才45歲 他有一子一女 還有一位77歲的老母親 結果他的兩個孩子幾歲 一個12歲兒子 一個10歲女兒 他兒子到他父親的房間 翻開相簿 流眼淚 今天我們在談這個修法 我們都是手握權力的人 政治只是意識 如果你們有同理心 如果賴清的院長有同理心 就不會推出今天這樣的修法版本 經濟部也在 賴清的院長記者會說 為了台灣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要拼經濟 台灣的經濟發展 絕對不是建立在壓榨勞工之上 我們看到全世界 所有成功的企業 不要說Google 臉書 台灣的台積電 好的企業 現在都是把員工 當成最重要的資產 給予優渥的福利 給予員工最好的員工保障 願意把利潤分配給員工 才能創造正向循環 今天勞工過勞 就是問題貞結在於低薪 政府講什麼 5加2創新產業 法規鬆綁 政策上你除了讓產業轉型 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大老闆 在對待員工的態度上也要轉型 結果今天的修法版本 哪一個是對員工 哪一個是對勞工好 講不出來 我今天看到這周刊的報道 我是很心痛 所以我最後還是說 一個修法好不好 就三個字 同理心 很簡單 實在是希望呼籲我們所有的部會 你們回去再仔細檢討 除了勞動部主管的勞基法 衛福部護理人員 交通部這些客運駕駛 經濟部一再喊經濟發展 絕對不是建立在壓榨勞工上 我想明天我們還會再談勞檢 接下來這個法案馬上就要副委 就會送到委員會 實在希望行政院真的懸崖勒馬 我們在座這麼多優秀政務官 實務官在這邊 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看 這一篇周刊的報導 我看的是很心痛 希望你們也會有同理心